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這些新聞是和主流新聞有關的 就不只是郭新聞了 第一件事 我想現在都很轟動的了 在其他網頁 其他的平台都有討論的 實在是太刺激了 大刺激之餘 其實就不是出乎意料之外 應該是神早估讀的 就是這個SpaceX 原來就為美國的一個情報機關 應該這麼說 去服務的 這個情報機關已經說了 就是National Recognizing Office 大家對這個情報機關可能未必熟悉 但是在這項項上應該是十分之出名的了 所以現在我相信這個是Cross Over的這個陰謀論 就是SpaceX 究竟這件事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嗯 這樣說吧 始終就是民營機構 有人下命令 它要麼做 要麼不做 要麼接 要麼不接而已 這樣 但是呢 不要說只是科學生知道啦 我有時在其他的節目那裡都有提到 就是這些民營機構 當它有了這樣的技術 這樣的能力的時候呢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它有沒有接來做 但是會不會有些事情它接了 自己做了都不知道 這個就留了一個想像空間給大家了 你如果問我SpaceX它有沒有去幫美國政府的訂單 幫忙射衛星上去 那就一定有的了 有些就學術用途 你說研究天氣 來監測這些這樣的地球的一些氣候 還有去做一些的遙感探測 那一定是有的 但是會不會最後有一些是變成一個有軍事價值的東西呢? 你說沒有 我都很難相信啦 就是爭載它那個任務是用一種什麼形式去擺上去 我甚至乎覺得這些陸續有來的 就是說有些的技術 其實跟剛剛這個星期那個SpaceX 它那個叫做星艦的那個試射呢 都有少許的技術最後是可以落到它的軍事用途的 譬如它一個火箭 或者任何一些的飛行物 它進入了大氣 落進去地球那裡的時候 它會經歷了一段很短的期間 那個電磁波信號就沒有辦法跟地面溝通的 就是因爲它那個物件和大氣磨擦的時候 產生大量的離子 那些離子包住了那件飛行物的時候 就令到那些電磁波信號就攔住了 飛不出去的 就是這個就是所謂那些叫做黑象的問題 就是無論你太空人坐在太空倉 返回地球 中間就有個通訊的黑象 有一段時間是通訊不了 甚至乎你是做一些導彈武器 它是已經進入了那個叫做軌道的狀態 再下來又跟地球的大氣磨擦的時候呢 你怎麽樣可以確保住這件這樣的投射物 是繼續跟地面 甚至是跟天空的衛星系統有一個叫做正常的溝通呢 就是這就牽涉到一個叫做克服 這個叫做黑象的問題 就是這些東西你如果拿來做純粹是一件和平用途 物件的溝通 那它就是和平用途了 但是當你是牽涉到這些叫做武器、導彈 這些投射物的投射的時候 那它就是一種軍事用途 那個技術本身就是中性的 它是純粹想盡量維持著 就是每一刻都維持到那個飛行物和地面 和周圍的通訊 但是它可以用在軍事用途上面 所以這些界線呢 就在太空任務和地面上的那些軍事任務 隨著地面的那些任務就 尤其是軍事任務越來越喜歡玩到上太空的時候呢 你發覺那個界線就很含糊重疊越來越多 如果在我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講 我只能說它沒有先烈期 沒有啊 作為記者我當然不相信 不過現在爆出來我就看另一件事 就是爆的時機是什麼 為什麼現在說呢 因為這個project就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根據這裡說 原來SpaceX是屬下的一間叫做 STARSHIELD 星盾的一個部份 那麼就簽了一個2021年簽了一個18億的contract 那麼18億的contract是高的 是高的 一個相當之高的數目 那麼只不過就說呢 就幫它去管理那些的間諜衛星 那說到明是間諜衛星啦 那麼我疑問就是 具體那個細節是什麼呢 就是說是幫它射上去啊 一定是還是幫它在重上面搞一些事情呢 那如果說那個管理可能牽涉到 它怎樣增進它那個聯繫 就是和它叫匯報它那些狀態 那麼一點都不奇怪的 就是SpaceX它自己 尤其是建立了STARLINE之後呢 它越來越有能力去發射更加多的東西 和同時間去將更加多的衛星去做聯網 那所以這一種network的能力呢 就變成在那個民間的公司 就擁有越來越強的那個能力 其實都有些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的了 已經是說美國它那些國防部是說的 萬一去到戰爭的時候 又沒有已經是有一個制定的一個叫什麼 一個程序 怎樣去徵用這個STARLINE的系統 其實有了在那裡這些東西 我相信它這個有法例去做的 我沒有人知道 你剛才說徵用就是一道戰士 就是進入了一個和某國開戰的時候呢 就這個STARLINE包括SpaceX裡面 現在做這個STARSHIELD 全部應該進入了政府的管理範圍之內 也都不輪到這個Elon Musk去提出疑議了 以我理解 不過我們想 這個題目我們不講了太久了 但是我想知道一樣的就是 如果有這些東西 或者有另外一些project 是不是令到美國政府可以看一個衛星 就看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發生了什麼事呢 在地面的時候說 就是說就說到每一個角落 那你還在說受到什麼的限制呢 天氣上的限制 或者你那個衛星覆蓋的那個限制 還有就是有些東西在建築物裡面 就見不到就見不到這樣 但是始終就是 你擁有那個衛星數量比別人更加多 你的覆蓋更加嚴密 你每一個那個觀察的解像度更加高 那你那個定位的那個座標更加準 那你那個出來的那個資訊情報質量 就會比別人高 其實是講這一種的優勢了 現在是 好啦 那我們不是生日探索啦 因為始終這個是軍事項目 另外就是在太空方面 其實近來就相當之國家就嚇了一輪 踏了Q 包括日本和應該還有什麼 中國啦 因為中國那裡不是叫踏Q的 只不過說那個火箭那裡就出現了阻滯而已 首先講在日本那裡它發生了什麼事呢 要留意一件事 我們那些火箭發射技術 不是已經試了幾十年 為什麼經常都會有蝦蝦有盛的呢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不只是停留在一個 舊有技術基礎那裡就不停重複 那就算了 一定是想方法用新物料更加輕巧 更加便宜的來發射上去 所以你看美國現在就算SpaceX 那個Starship剛剛上個禮拜發射又有些東西不完滿 那因為它那支火箭是厲害的 它是從有史以來最強力推進 而且那個負載力更最厲害的那個火箭 以前沒有人射過那麽厲害的東西 所以它做過一些人還沒做過的東西 然後有些東西是蝦蝦 有些東西是沒有完成的 這樣是很正常的 同期日本也有一支火箭射上去又失敗了 那你又要留意了 這次去日本發射這個火箭呢 它是一個民營公司來的 就是你發覺雨後春筍的 無論你說在中國大陸 它都有扶植它們自己的民營企業 來發射一些民營的火箭 它是設計很輕巧的 盡量希望是成本很便宜的 然後就幫你將一些很輕巧的衛星 帶上軌道那裏 那日本也有搞這件事 那當然了 民營公司 它自己原本沒有掌握一定的核心技術 重新由零開始開發 那有阻制就很正常了 那日本這支就有趣一點的 它發射的地方其實都好像就在京都附近的那些地方 那你發覺周圍的風景就好像很典型 你去關西的地方的風景而已 那支火箭仔一上了 就沒多久就整支爆了 那其實就算不看它有什麼進一步的公佈 你都猜到它裡面有東西洩漏 有些東西就洩漏了 裡面有個內爆出來了 或者有些東西是承受不了那麼大的衝擊 那個強度就不爛 變了爛 然後就爆了 這個就不代表整個日本的進程的 日本它自己也都有成功發射火箭的經驗 那如果你甚至乎看日本那個JAXER 日本太空總署的太空計劃 他們已經有能力在今年將一個遙控的探測器 在這個月亮上面軟著陸 不過差在就倒了 整個東西就反轉了 但是這件事又很厲害 很反映到日本的質量就是 它試過捱過了一個漫長十幾二十天的月球黑夜之後 它就經歷了前後三百度的溫差 它是能夠穿起來 當然不知道能夠捱過多少次了 這件事又很反映到它一些既定的實力的 中國那個其實沒有什麼好提的了 它一向發射上登月任務都有它的成功經驗的了 這次那個失敗不代表它下次射回就沒事又會成功的了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大家每次在發展新的技術的時候 都會嘗試有些東西挑戰自己 如果你想不失敗的很簡單 你完全用舊技術就不做就不錯了 是不是? 但是大家都會向著一些新的難度挑戰 所以你偶爾看到有些東西失敗 失敗並不可怕的 你看到SpaceX那裡 由去年4月第一次試射 到去年11月第二次 到今年的3月 那個叫改進的速度 一年之內的改進的速度是驚人的 而且你要記住它的成本是壓到很低的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最大的懷疑就是 因為你有一天你要再人的話 你爆了 那個的損失就難以為 大家記憶猶新啦 80年代的穿梭機那個爆 雖然你說現在爆了就試過了 但是如果真的載人那是人命來的嘛 那載人那些東西你就不要亂放一些新的東西去試咯 有些東西 喂大哥 先前你沒試過 這次載人你試放來我試 你專後我陳志榮坐上的時候 你才去試不玩我 就是當你載人 譬如你好像地面上的飛機也是的 你它不會給我無端端試飛的飛機來賣機票給你去坐的嘛 一定是一些已經用到非常之有經驗 那個控制的成功率已經是非常穩定的一套工程技術 才去再補通人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什麼時候到 就是我們那個類比就是比如坐飛機 飛機當然有飛機失事啦 最近這個波音737就可以飛 整個槍架掉下去 但是到火箭 現在我們是在說什麼時候去到一個商業的應用 那個安全系數可以跟這個飛機相比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了 我們就留意到那些大火箭怎樣爆 怎樣失敗 日本又爆了 中國又好像但不成了任務 然後SpaceX又好像有東西爆 但是其實也在這些事件發生的同時 你留意一下那個Twitter上面 SpaceX那些發射 說它射那些Falcon 9那些 基本上隔幾天就射一支了 隔幾天又說幫人帶幾個衛星上去 那些已經是完全相用 用它們已經耳熟能長 舊有現有的技術 很便宜地射上去 就是有時候你都不小心看到那個片子就是 說著重複 把這個SpaceX公司 這十幾年來的發射任務 濃縮在一條幾分鐘的片子裡 最初就是隔幾年才有支射上去 到現在去到2023、2024 幾乎是隔幾天就有個任務 就是這樣射上去 那個穩定係數是極高的 所以你如果 它雖然還沒正式變成一間航空公司 你可以在網上一個網站買到它的機票 但是你其實如果一個有錢人 你喜歡我突然之間想包起它一次的火箭發射 自己買一次自己上太空的經驗 絕對可以的 甚至乎現在是包辦到的一個地步 是將它的服務賣給那個 專門幫你那些太空人上到國際太空站那裡 其實已經是被SpaceX包辦了 載人載物資上去 載人回到升降機那樣用 其實已經是去到這樣 正因為這樣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建立整個間諜衛星網絡 就是它做的 因為它那個效率和成本已經降到 根本可以 而且成功率是很高的 你用同一套那套普通的 那個Falcon 9火箭的技術 帶個衛星仔上去 基本上它突然之間有次爆了就是新聞 其實就天天已經是隔幾天就射一個 隔幾天就射一個 就是那些發射的片呢 就是我上個星期又特意開了一個直播節目來講 你說如果SpaceX每一次發射 我都做直播的話 就大家就看得厭了 因為幾乎可能就趕一個星期都要做兩三次了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所以就只能夠是一些厲害的東西 才拿來做直播 當然如果說所謂那個太空旅行 如果是商業化的話 就不單止是射上去的因素 還有你自己本身有很多的體力上 心理上的其他的一些因素要配合 所以不單是射上去的那麽簡單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講講這個Bennyu 就是他現在開了一個蓋子 裡面找到什麽東西出來呢? 是的 那個故事 我們一直想追蹤那些報導 雖然不是一個不夠料去講一整節 但是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日本派了他的準料衛星 去了龍宮小行星那裏拿了些相片下來 法國上面很多有機物 甚至乎曾經有水浸過的 跟著呢 同樣在差不多軌道位置上面 有另一個叫Bennyu的小行星 就由美國的人造衛星上去拿相片 那麽就去年年尾拿了回來 跟著拿回來的時候 發覺蓋外面就已經有些碎碎石在那裏 但是裡面真正密封可以拿來做正式準確地去研究的那些樣本呢 就花了幾個月才能打開蓋子 那麽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過 那麽終於蓋子打開了 那麽然後就要等大約就是3月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呢 就接下來會有學術會議去準備 去將結果公佈 因爲有很多個全球有成幾十個這樣的學術組呢 就是他們研究小組呢 他們都問回這個太空總署 就是拿了一個sample來看看 這個Bennyu小行星上面那些黑的碎石裡面 究竟裡面有什麽 那麽現在有多一些小小的資料 可以用一分鐘時間和我講一下 就是新發言在哪裏呢 就其中有一種有化合物 就是Magnesium Phosphate 就是一個叫做磷酸鎂 磷酸鎂的一種這樣的元素 那麽其實就講得這種元素就是在地球上面 就是很容易有很多的了 另外也都看到化合物裡面 有很多裡面是有些鎖了水份在裡面的一些化合物 就是證明這些東西呢 曾經是可能和那些水混在一起 那些水晶走了 但是有些就可以被鎖住了在那個化合元素裡面 更加有一個我覺得更加重要 就是我們都預期了的 就是有一些普通的基礎的氨基酸 一種Glycine的氨基酸 就是其實那些有機化合物 以及一些可以幫助生命 孕育其他的母機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就可以在這個樣本那裏找到 就是也都看到它這個質地 是曾經是受過 就是有水包圍過 浸住過的 所以這些原來這些準備孕育生命的 這些很基本的積目 在地球被形成 甚至我們在地球附近 軌道這些小行星上面其實就有很多在那裏了 所以我們會說 地球孕育生命就不需要所有東西由零開始砌的 有很多東西在那個星雲那裏 已經預備了很多 讓我們地球形成的時候 就不是由零開始 去組成一些更加複雜的東西了 好了 這次我們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嗯 神秘的東西 第一節 2022 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現在是Shift 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跟阿紀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沒錯 其實我跟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扮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跟台長 不是 我跟台長 對不起 我跟阿紀圖 我為甚麼時候 對不起 我為甚麼事 realtos